Hello,大家好,我是西辰,然后我们今天接着上面那个颜彩画的画材准备一,然后我们接着那个奖来讲,今天我们要说的颜彩画的画材的准备二,因为材料这方面真的蛮重要的,所以说特地出两个视频来讲材料,然后今天我们上次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上次说了,我们上次说的主要是这个板子的事情啊,我们用颜彩的画颜彩, 颜彩的是这种木板子,一面是有木板,一面是没有木板,大家在淘宝上搜索颜彩画画板,就可以找得到这样的板子,然后也可以去表画链定制,然后上面我们用的什么纸呢,我们画颜彩不能用,不推荐用水彩纸,不要不推荐用那个宣纸,我推荐大家去用那个云鸡马纸,就是天雅它有那个比较便宜50块钱, 一张比较便宜,然后如果大家预算够的话,可以去买那个吉祥的啊,或者说是那个,嗯,什么牌子啊,那个云野是吗,反正就是云鸡马纸啊,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嗯,如果说它是颜彩画用纸的话,它跟云鸡马纸啊,什么在一个就是链接里,你可以问一下那个淘宝的客服,嗯,你不要来问我,可能你说的那个纸,我一下子想出来它是哪样东西,嗯, 嗯,好,然后,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酱糊,酱糊我们上次说到的是,我们要用的酱糊是那种天然的酱糊,不是化学酱糊,嗯,为什么要用天然的酱糊,就是因为天然酱糊它是可逆性的,而化学酱糊它不当然不可逆性,而且它可能会得只有一些伤害,嗯,再有一个就笔刷,笔刷的话就是那个, 嗯,平时咱们画水彩用的那种毛笔,画国汉用的毛笔就ok,刷子嘛,就是那种底纹笔,那哈,就是这种,这种东西,刷底丝啊,什么的,好,我们今天来就进入正题,我们来讲我们的,颜料的事情,那颜料这个方面的这个东西呢,真的是老生常谈吧,我一直一直强调这件事情,但是,但还是老是有人,总是会有人问, 嗯,所以说,反正这次是做系列视频,我就再把这件事再重新,仔仔细细的跟你们说一遍,好,颜料这一块的话,我们就会,有三个分类在颜采当中,主要就是这三类哈,当然还会有一些细的别的东西,我会再讲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石头天然的宝石矿是磨出来的,我拿这笔, 天然矿物原料,那比如说我们前面这一排,那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的原造新颜矿物,嗯,在天涯当中,天然的矿物原料是A类,而人造的新颜矿物,它是B类,哈,这特别重要,一定要记住啊,A类是天然的,B类是人造新颜矿物,它是B类,哈,这特别重要,一定要记住啊,A类是天然的,B类是人造新颜矿物, 虽然他们都是颜采,也同样,它的色泽,它的色彩就是可以保持千年不变,如果你不去曝晒,不去泡在水里了,或者很潮湿啊,怎么怎么样,嗯,如果你保存得当,它是千年不会变色的,而且它的颗粒是非常闪耀的,特别是你在阳光下,这个等一会我拿一张作品给大家看一下,就知道,因为我昨天正好画完了一张颜采,嗯,然后, 还有一类呢,就是水干色,也就是这个东西,它叫水干色,这是凤凰的水干色,它呢,是,呃,用白色的高丁土,或者说是隔粉,然后在,在染色,嗯,是比较耐光性,比较好的也是,但是它并不可以称之为颜采,它只是,比如说咱们画, 那种,呃,两瓶米以上呢,或者那种非常大的,作品,就是,如果全部用颜采的话,那成本就非常非常高,那所以说我们在一般用铺底色的时候,就会用到这个东西,水干色,来,来解决成本,那一般是我们画小作品就,不需要用到这个东西,因为,它并不是颜采,好,然后我再来深入的一个一个,当然还有一个土绘具的事情,土绘具呢,就是各种五颜六色的泥巴,嗯,比如说, 绿土啊,黄土啊,这种,它都属于土,土绘具,当然,呃,它也不能算是矿物,但是,呃,也可以用,嗯,它就国内很流行用图来,好,好,然后我们来,再深入的,来说一下,天然矿物原料这件事情,啊, 它呢,因为是石头粉粉次做的,当然,我之前也做过一个,就是如何去用矿石,我们自己来做颜料,啊,这个有,之前有一个视频,然后还有一个视频是,非常非常详细的讲到,什么样的石头做,什么样的颜料,然后包括这个颜料,有什么特性,这个石头有什么特性,巴拉巴拉巴,这两个视频,我会在, 那你,大家可以在我的主页里面去找,然后我会,剪视频的时候,我会把这两个视频的那个,呃,结个屏给大家放在这上面,好,然后你们,想更深入的去了解颜料是怎么做的,呃,这个颜料,这个石头怎么怎么样的,可以再去看这两视频,这两视频时间也很长,就是,如果你想 想认真学习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然后我们今天讲那个天然矿米原料,呃,包括颜菜的这个,这个颜料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呃,不管是B类还是A类哈,不管是天然还是新颜哈,天然颜料跟新颜这两个东西,A类跟B类,记住啊,强调一下,看到我们面前这么多,但是我们会发现它的颜色是从深到浅,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的颗粒,我们来拿最粗的这个,跟最细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的颗粒差距是很大的,比如说,呃,左边的这个深绿色,它是很粗的,对焦,它是非常粗的颗粒,那你们也看得到它很闪,那这个呢, 它就是很细的颗粒,这个一般是在,在咱们果花里面就叫三绿,可能四绿,可能五绿,一般就到四绿,在网上那个叫绿,哎,我会忘记那个叫什么,反正就是,果花里面这个就分五个颜色,那我们颜采就会分很多颜色,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七号,八号, 啊,当然我只是这么说好,这里面这个,所以大家去买的时候,我们的颜料,它是会分番号的,番号就代表一个颜料的粗细,如果说大家一般一开始入门的话,你对这个不是很了解的话,然后它那色卡又,色卡差距蛮大的,跟颜料本身,嗯,入门的话,推荐大家去买七号到,嗯,十号,七号到七八九,三号,这三个, 色号,去买这几个颜料,因为它的颗粒,对初学者来说,嗯,比较容易去掌握这样子,然后新年也是这样子会分很多的,色号,一般是十一个色号还是,啊,不,十四个色号,天雅是十四个色号,啊,那凤凰是,反正也是十几个色号,然后凤凰的话,日本的话,他们把最细的那个颜料,就是这个,他们分为,称为白, 白号,就是我们的颜料,呃,磨得越细,它颜色越白越灰,然后颗粒越粗的话,它会越鲜艳一点,然后这也是颜采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所以,大家会很喜欢它的那种质感,所以,然后一个就是,呃,它颗粒越粗,我们灯光打上去,它会越闪,我这边拿一张作品给大家打个灯,看一下, 包括这张,今天也会讲到金箔,就是面前的这张,当然我这边把灯关掉了,就比较暗了,嗯, 嗯,可能因为白天哈,不是很明显,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到,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到,不是很明显,不是很明显, 我去把窗里关上,然后,现在应该就比较明显了,这个闪闪发光的,这张画用的颗粒都比较的粗, 特别是后面这些是青金石,然后,各种那几八糟的石头,跟一些新银,还贴了有银箔,这个特别闪的这些,金属的色泽的这些东西就是银箔, 好的,然后我们看一下它这样子,嗯,看得清楚,它的这个厚度我不知道,这个颗粒的感觉,它是很粗的, 所以一开始画颜菜,大家会很容易崩溃,它是很粗,所以我推荐大家一开始先去买七八九这个色,这几个翻号, 会你掌握的比较快一点,对于粗颗粒而言,你可能慢慢慢慢这样子再往前推粗的色号,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我刚刚讲到,讲了那个天然眼才,然后,然后新银,那新银这件事情呢,比如说我面前的这个,这两个是新银,这两个绿色是新银,它同样是分三号的,这个是九号,这个是十四号,你们看的可能不是很明显,但是九号比十四号粗了很多, 对,九号它也就很细的,我觉得你们一开始如果去买七八九号的话,可能颗粒还不是很明显,可以适当的再去买一些五号的,五号的一些颜色,这个颗粒比较明显,对,它呢,就会类似于陶瓷诱料一类的东西,它是一种金属氧化物,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人造矿石,对,然后它不会变色,对,然后再把它粉碎,然后再按照我们做之前那个天然,按照 做天然矿原料的方法一样,把它粉碎,然后再分粗细,在水飞,在各种乱七八糟的工艺,然后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东西,然后水干色这一块呢,就是它颜色很多, 还有一个是新演呢,我们在传统文化上是没有的,它是八九四年代日本生产出来的,因为我们传统颜色其实颜色不是很多,所以说,然后,然后当时他们那边,颜采其实现在是相当于日本的国画, 但是他们跟在我们这里,他们也承认他们是从我们这里学过去的,是从敦煌那个鹿子学过去的,好,然后,这就是新演为什么会生产出来,然后,对,对,然后,因为它是国画的嘛,所以它发展的就很好,所以一帮人就研究化财,研究更多的七八,所以就生产出来了,新演, 从一开始几百个颜色,可能几十个几百个颜色,嗯,就一二百个颜色吧,然后变成现在上千个颜色,上万个颜色,因为每个颜色它又要分细的番号,对,这个深入进去可以讲很多很多的,今天就不讲了,然后我们说水干色,水干色这个东西呢,它跟我们平时用的这个, 盐彩是没有区别,就是颜色的盐,就是那个一个一个小块小块的,等一下,我看这边有没有啊,我这个画色里面没有,我再放到我房间里,我懒得去哪,就是大家平时用画,用来画谁彩,那个小方块,那种布彩,那个盐彩,它的色料就是用这个来做的,所以,其实它并不是说,因为它耐光性不好, 或者怎么样去,我们不去用它来画颜彩,而是因为,我们颜彩只能说是,A类跟B类的颜彩,如果说,你特别,那个,怎么说呢,特别依恋,就是这种很细腻的颗粒,去表达你的画面的话,可能你会对一些颜彩的,一些,一些很,它本身这个画种特殊的语言, 你就,学习不到了,这样子,所以,一开始,画小作品,我推荐大家不要去用水干色,画大作品,在铺底色的时候,可以适当的用一下,嗯,对,因为它不能说是颜彩,如果你用了很多水干色,然后只用一点点的颜彩, 嗯,其实,你不能说是颜彩,你可以说,综合材料,但是,说颜彩的话,好像,不太合适,啊,这是我是,我是这么学的,好,嗯,这就是颜料的事情,那, 哦,刚刚说的这个土灰剧呢,土灰剧,我估计大家可能也不会太喜欢,就是一些黄土啊,绿土啊,我是蛮喜欢的,它呢,是不分粗细的,不分粗细的,它就是那种细细的,但是,水干色,它就,哦,呸,土灰剧,它就,嗯,你就,土灰剧跟水干色, 你不能一次性化太厚,不然它会裂开来,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比如说,稻田里那个,泥巴,它干掉之后,就那种很均裂的那种感觉,就是,就是,他们化太厚,就是跟那个一样的效果,好,然后,啊,这就是颜料的事情,好,我再总结一下,啊,A类的是,我们的颜彩只能是两类,只有两类,天然矿物颜料,石头打出来的,石头做的, 天然A类的矿物颜料,天然A类矿物颜料,好,还有一个,心眼,它呢,它,是人造矿物,它是人造矿物,B类心眼,B类心眼,只有他们两个只能叫眼彩,哈,再有一个,水干色,人工化学染色的,白色泥巴, 跟你们用的,颜色的,盐的那个,盐,就是,你们用的颜色的,盐的那个,盐采的,色料,来源,好,这就是颜料的事情,那我们再讲一下,那个, 当然,我,我之前那两个视频里,说的很细,很细,很细,很细扎,还会有一些别的颜料, 就是,一些人工化学的颜料,但这些颜料,也可以用,可以用一点点,它的耐光性会非常好,好,然后,那个, 然后,然后,然后,然后讲金箔,金箔,你看我这个,这么多,我这个人特别喜欢金石箔, 这些全都是各种各样的金箔,那我们一般性,所见到的,就是,淘宝上的那种, 这种,仿金箔,这种仿金箔,就是,十块钱,一百张那种, 你可以用,就是,一开始在练习的时候,可以用这种仿金箔,去代替真金箔,来用, 因为它比较便宜,真金箔,其实也不是非常的贵,就, 嗯, 这铜箔,这也是,哇,这个, 咦,这个是吗, 这是银箔, 啊,这个, 这是法金箔,完蛋,我的金箔不见了, 啊,在这, 这个就是, 是18K晶的晶玻 这个是小的晶玻 然后就是大家一般画插画也可以用晶玻 你也可以用那种假的 但是真晶跟假晶的颜色其实是不一样的 真晶你见多了 你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 哪个是真晶 哪个是假晶 这种小的晶玻差不多一块钱这么一片吧 就很小 就局部一些小的细节用这个会比较划算 如果一个很小的细节用这么大一块晶玻的话 其实很浪费 当然其实我们用的这个晶玻用下来 它也可以去作为撒搏来用 什么是撒搏呢 撒搏我们就需要一个撒搏筒 但是我没有撒搏筒 因为撒搏筒很贵 然后一百多块钱 一个就是一个竹筒子 竹筒子下面有一个铁丝网 然后我们的筋膜很细嘛 然后用一个毛笔在里面搅合搅合 它就会变成像头皮屑一样的东西了 那因为网眼的大小粗细不同 所以说我们撒搏筒筒也会不一样 像我这么穷的人呢 我一般就是用这个东西代替 我用这个东西代替 这个小筛子就是我平时用来撒搏的东西 它其实挺好用的 但是它就比较大 不是很好掌控 就是在一些很大的大面积的撒搏的时候 我就用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金箔 然后我就会在表面贴 大概随便这样贴一个 就很直观的可以看得出来 它们的颜色 然后主要我们用到的就是纯金膜 纯银膜跟铜膜 那这边金我们知道它是非常稳定的一个物质 它永远都不会变色 变色是因为它上面有灰尘了 然后就我们看到那些屏风嘛 不说这个不说了不说了 我也没图给你们看 说了你们不知道我说什么 然后还有个呢就是铜膊 我这边有两种铜膊 一种是这种金色铜膊 这个东西你们可以当假金来用 看 但是它的金色跟真金是不一样的 它是淡淡的黄色 而且它是冷掉的 真金是一个暖掉的 嗯好的 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紫铜 这是黄铜应该是 这个铜膊我是在天涯买着 这个呢是紫铜 它的颜色是这样子的 这是两种铜膊 铜跟银 银箔我就不拿去给你们看 你们知道银色是什么样的 银箔就一种 纯银箔就一种 它们这两种铜跟银 它是可以跟硫产生化学反应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些稍薄的一些 像的 它动点稍薄的这样手脚 我这边我看一看 我这边好像 好像没有稍薄的 这个 可是我这个不明显 这个不给你们看 反正就是它可以烧银箔跟烧铜箔 我后面再专门出一个视频 就是讲烧银箔跟烧铜箔的事情 然后对 然后因为它们比较敏感 所以我们贴完铜箔跟银箔之后 一定要在上面再刷两层凡胶水 凡胶水怎么配呢 那我们下一期视频会讲的 下一期视频应该就是讲焦和烧铜箔的使用 跟烧铜箔的配比 对 嗯 然后 然后就是一些我们需要用的 一些乱七八糟的小工具 是什么小工具呢 比如说 咱们画颜彩哈 一个颜色 一个小碟子 颜彩不能调色 嗯 你在学习颜彩半年以内 如果你一直在画的话 不要调色 你学了半年 你对颜彩有自己的想法了 你对它基本语言有些认识了 你可以 局部来调色 嗯 因为颜彩它 它的语言不是调色 它跟油画跟国画都不一样 它是 比如说我们想要一块绿色 我们可以在下面就盖一层蓝色 我们在上面再涂一层黄色颜料 这样我们因为有颗粒的粗细的不一样嘛 因为我们颜彩它颗粒是很粗的嘛 对不对 所以说 它会凑过颗粒 你再远远的看上去 它是一片绿色 你近一看 它是一片很丰富的颜色 它是有蓝色的点点点点点 跟黄色的点点点点 是个很有趣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视觉效果 但是如果局部你实在想要那个颜色 但是你又没有这个颜色的话 你可以试着混一下 就调一下色 但是你要那个就是颗粒粗细一样的调色 不能颗粒粗细不一样的调色 不然的话它颜色会合不到一起 就是比如说你是9号的蓝色 跟9号的绿色配黄色 你想要一个绿色 就是你这两个一样三号的颜色去调 但是它你调的 放在小词叠里面它时间长了 就可能会黄色在上面 蓝色在下面 你在用的时候就要搅和一下 不然你可能画出来就是偏黄或者偏蓝的颜色 然后这就是一个颜彩比较麻烦的点 也是一个它的特点 还有就准备一些什么工具 还有一些就是杀纸 杀纸 因为我们颜彩它的颗粒很粗 它的颗粒很粗 有的时候颗粒很粗 就画一些细节就比较麻烦了 那我们就需要用沙纸把那块地方把它稍微打磨一下 把它打磨的平一点 但你不能打磨特别光滑 如果你打磨特别光滑 那个地方就会上不去颜色 就用细颗粒上不去颜色 好然后还要准备的就是复写纸 复写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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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准复写纸 因为我们的颜彩有时候 比较大的作品 可能你直接在上面 你把握不住行 直接在上面起行 你会比较困难 对于那些基本工 不是特别扎实的朋友来说 那你就可以用复写纸 先在素描纸上画一个 我要给你们示范一下 我拿一张纸 这个复写纸我们也可以自己做 就是用水干色 或者很便宜的土色 调和白酒 或者啤酒 把它刷在 我们要 准备一张 坚实的皮纸 温州皮纸就可以 然后呢 刷个一两遍 刷个一遍也可以 反正你调的浓一点 等它干了之后就是一张复写纸了 复写纸 比如说我们 比如说画一个圈 对一个圈 对 比如说哈 我们想画一个圈 但你这个圈直接画在 那个 那个 原材的基底上 原材基底很厚 你画不好 你画的不圆 你就在一张素描纸上先画一个圈 对吧 然后再准备一张复写纸 然后 假设我们下面这个是颜材的基底哈 颜材基给你们展示一下 为什么说很难去画 它是很粗糙的东西 它是很粗糙的东西 基底的制作这一块也是非常的重要 它是很粗糙的 不是像我们平时在水彩纸上画画的那种体验 是它更类似你在 在墙上画画 在石头上画画 这种感觉 然后准备好一张复写纸 然后呢 把你这张纸 盖上去 你再把这个图案 用一支圆珠笔 或者铅笔 结实一点的 把它描一遍 你可以用一个蓝色的圆珠笔 因为这样子有蓝色的你就知道自己哪里画过了 哪里没画过 不然有时候我也会忘记 有时候可能一个地方没画 然后下面就会有一个图案 因为我用的这张是保红的300克的取材纸 它有点厚 我就不是很明显 这就是复写纸的用法 还要准备一个烧杯 因为我们的初学者 对颜采调教 不是很清楚 因为烧杯它有刻度 它有刻度 所以对比例的话 就会明显 就看得很直观 对 所以我们下次就会讲这个调教这件事情 嗯 嗯 嗯 然后 还要准备一些什么东西呢 咋七咋八的 嗯 那是这边就顺便提一下吧 我对 那个 焦啊 焦它不能放的时间很长 我们的焦是用猪皮或者一些 嗯 反正是一些结地组织啊什么的 然后熬煮出来的 它是很天然的一种蛋白质 嗯 所以它放的时间长了 它就会变质 就会腐烂 对 它会臭掉 臭掉这个焦就不能用了 嗯 对 然后就 一般夏天的话 你的焦就这样放在室外的话 就两三天就坏掉了 对 然后冬天的话可能一两个礼拜 嗯 冬天它会变成果冻一样 它会凝固起来 要用温水把它化开才能用 冬天画花很烦 好 这就是焦的事情 嗯 具体的焦的事情 我们下次来讲 还有什么东西呢 嗯 基本的话才准备就是这些了 然后你还要去买一些小瓶子 比如说这样的小瓶子 这是玻璃的 这个是玻璃的 这个塑料的 我推荐大家买塑料的 玻璃虽然好看 但是塑料的摔不色眼 我摔过好几天 玻璃的 所以后来全都换塑料的 除了那个大的广口瓶 嗯 因为 如果你放在那个 满天呀的话 你放在小袋子里用也可以 嗯 然后 还有什么 啊 还有金色 金色这一块的话 我们面前有三种金色 一种是 不知道什么什么牌子 反而是吉祥的 还是凤凰的 凤凰的金粉 最右边这个 嗯 中间这个是天儿的金色 这是我最喜欢的金色 它是一个暖调子的金色 里面没多少 可见我多喜欢用它 啊 这个是 樱花的一个金颜料 啊 然后 它们的话 就 嗯 都是属于化学金啊 都不是真金 真金可以做颜料 真金怎么做颜料呢 我要说吗 说的你们应该也 嗯 也不想弄 就是搞一个磁盘 磁盘下面要有一个 嗯 有一个小火苗 或者没有火苗也可以了 嗯 然后把金箔 放在上面 准备这样子一个小盘子 来 然后滴滴两滴焦液 然后 把金箔放进去 像我们平时用颜采一样 用手这样转圈圈 金箔它很薄很薄 然后把这张金箔 搓成 小小的颗粒 把它搓成泥 然后对 所以说这个 很费金箔 一百张金箔 一千张金箔 就搓那么几个小小的 丸子 嗯 所以它很贵 然后 制作成本也很高 那个 时间也要很长时间去干这件事情 所以 嗯 大家可能也不会有人去试吧 我觉得 然后用的时候 然后用的时候 用一点点淡淡的浇水 把那个小球画开 当固彩 用就可以了 这就叫做 泥巾 但是我们一般性 都是贴金箔 如果你一定想用纯金的话 泥巾真的很贵 很贵很贵很贵 啊 今天就随便讲一讲 后面我会专门出一个 颜料怎么用的视频 我们现在就乱七八糟 什么 乱讲 想到什么 我就讲了什么 因为我们材料其实已经说完了 嗯 颜料怎么用呢 就是加这么点 加入同比例的胶液 然后用手指这样 这样转圈圈 确保 确保 每一个颗粒都包裹了 胶液 嗯 不然你的胶很浓的话 它会开裂 胶很稀的话 它会掉 手摸一摸那个画 当然的颜料会掉 嗯 啊 还有一件事情 印章 眼彩能不能盖印 眼彩可以盖印的 但是大家看到那个印章 基本上都是 盖了一个大概的样子 嗯 因为颜彩它是凹脱不平的 所以 所以盖了一个大概的样子之后 然后画家用手再用朱砂给它画上去的 对 所以我现在也基本上不盖印 就盖过一次印 盖了印之后 然后再用手画一遍 嗯 或者你就盖在画的背后 比较平点的地方 好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嗯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再有不知道的 就在评论区里面写下来 或者弹幕里面发 我看到了 我就在评论区里面 帮你回复 回答你 不要私信我 你在评论 因为大家在评论区里面说了之后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如果你私信我的话 只有你看得到 而我要一个一个去回复大家的私信 这样大家的时间成本都会很高 而且效率都会很低 嗯 所以 在我平时发动态的时候啊 或者说 新视频下面大家去这个地方 没有问题 因为大家都会看到 对吧 好 今天视频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一定要记得投币 点赞 转发 关注 嗯 弹幕 一定要点赞 鼻心 西城爱你 祝你 祝大家那个 高考顺利 因为今天就是高考 而我呢 走上了一条不一样的道路 所以我 我今天没有去高考 所以我今年不高考 嗯 嗯 我这条路会很艰难 对 然后 嗯 找一个合适机会 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件事情 好 那 就 就 嗯